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 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頻道 我們看昨天喔 川普在出手 在下追殺令 直接追殺中心跟中海油 中心在港股直接停牌交易 但是一殺中心 台灣半導體立刻大漲吃到飽 今天事實上連電一早開高之後 尾盤直接收漲停 台積電正式站上500塊整肅關卡 那台股大盤盤中創下 14149點的歷史新高紀錄 現在看起來 整個台灣的科技產業 跟半導體大軍喔 這一波真的是發大財 那萬事如意的結果呢 這個唱衰台灣跟看衰台灣的 事實上可能賺不到錢喔 那半導體跟資訊產業發大財的同時呢 川普不僅僅是追殺中心 同時也禁止中共黨員跟家屬旅美喔 那這種美中關係的惡化呢 這個最新的情報總監再度訂掉 中國是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脅 這一個時間點 美軍事實上第一艦隊 也可能重回亞洲 那主要的核心都是為了備戰中國 然後呢 新八國聯軍現在也步步進逼 那就在這個時間點呢 這一個美國國會駐台的國防授權法 事實上喔 也這一個再度強化 那在台灣內部喔 一方面股會是大漲 另外一方面打房跟打炒房的政治宣誓也出來 這背後會有多大影響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張顏廷將軍 大家好 再來是朱岳中 大家好 再來是蔡真 大家好 再來是吳杰 大家好 好 問一下月中 這個昨天呢 川普追殺中芯 結果今天一早連電就漲停 台積電就在創歷史新高 然後台股大盤就直接站穩 一萬四千點 一四一四九 所以股民發大財 半導體的散負 發大財 但是中芯尿倒楣了 中芯事實上在香港直接停牌 是 確實喔 其實我們在很久以前 我們其實就已經追過 中芯說他是軍工企業 一點都不冤枉嘛 我記得我們前幾個月前就有追過 他幫中國的軍方去製造晶片 中國軍方還頒獎給他說 他是這個設計優良 生產優良 你怎麼去狡辯這件事情 這是最正確找嘛 而且是中國軍方直接出來的證明公告 什麼通通都有嘛 所以你看到中芯界還在公告說 沒有我不是軍工 軍工企業 真的是百口莫辯 好 所以呢這個川普下這一道追殺令 我想一點都不冤枉 真的是沒有什麼好多說的 好 那在這同時不是只有中芯一家而已 其實在這一波一共有四家公司 除了中芯之外呢 還有中海油 還有這個中國建設集團 這中國建設科技集團 其實也是啊 專門在做這種軍工之外 也常常到世界各國去包工程 其實就在幫中國做大外宣 這其實我們過去都講過嘛 再來還有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 也是一樣 它就是跟中國建設科技集團是一掛的嘛 所以你說這些有冤枉嗎 沒有嘛 這是百口莫辯的事情 好 所以今天中芯直接就收視了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真的是中芯跌倒 台股吃到飽 尤其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哇 今天真的是旺旺旺 好 所以最直接受惠的 其實反而是聯電 那不是說台積電沒有受惠 因為Label不一樣啊 台積電位接那麼高 中芯關門跟對台積電沒有什麼直接受惠 但是這個在技術上比較接近的 當然就是聯電 所以中芯一關那聯電 甚至整個聯電家族 全部今天都大漲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聯電今天漲停47.6塊 它年初16塊 對 所以它今年翻三倍喔 而且川普每殺一次中國半導體 那聯電就大漲一波 沒錯 因為確實 因為在過去大家都覺得說 講到半導體代工一定都講到台積電嘛 那聯電因為確實技術也比較差一點 所以過去比較悶一點 可是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台積電已經到頂了嘛 它接的就是最高階那些客戶 可是如果你中國今天絕大部分的科技廠商 需要的其實是中低間的商品 那中國自己沒有辦法生產這些中低間 那當然就要找替代 那替代當中大家直接想到 當然就是聯電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你看到整個半導體產業的話 好幾檔都漲停了 除了連 連電家族還有智源也漲停 對 是 然後相關的系統也要漲停 那華邦電今天一早也搬漲停 是 然後什麼林洋啊 旺宏啊 南茂啊 整個半導體大軍都大漲 漲幅沒有超過四五個百分點的 我們表格都列不上 是 是 是 因為今天真的是 真的是紅通通 而且台股今天真的是氣勢如紅 你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這個走勢圖 右邊這邊台股幾乎就是 九十度的線一直往上衝 大家之前還想說 哇 漲到這麼高的 還能不能漲 今天就漲給你看 不囉嗦 今天收盤就大概今天最高 而且今天漲了一百五十五點 再創歷史新高 而且大家真的不要懷疑 你不要以為到這邊就要休息了 未來真的還是有機會 所以 除了大盤之外呢 當然其他的公司 台積電 今天有漲 就是剛剛林冠一開始說的 欸 占上五百塊 雖然沒有再創新高 不過今天最高也來到505收盤 欸 不像昨天 之前四九九吃到飽 今天是真的就給你占上五百塊錢 那這我們看到很遠 那再往下看到 欸 其他的 有達 欸 比較沒有直接相關的科技股 欸 其實在這一波 其實他們也都是受惠 對 跟著都在漲 你看到面板的 然後再來旺豪 這個也是半寮體 第一輪相關的 欸 哇 一張一張系統 大家有沒有發現 走勢都很像 就跟我們最近的大盤一樣 最近大概一個月 幾乎就是一根90度的垂直線 大家都是一樣的漲法 因為大概就是同樣這個族群 然後都是同樣的受惠股 所以你看到 一張一張走勢 欸 不要以為我們是同樣的 一直在故意 沒有 這個是滑邦 每一家都不一樣 可是你看到這個走勢 真的幾乎都是一模一樣 那他們的大貴人都是川普 欸 對 對 川普對於中國半寮體封殺的越兇 台灣半寮體的股票越值錢 是 大家想說 川普是不是已經就準備下台 應該照理說是 不管是的嘛 沒想到臨去秋波 再來這一爬 一爬的話 台灣真的就是整個紅通通 你看到 這群串一樣是面蠻谷的 好 所以我們幫大家做一個總整理 我們看到在過去這段時間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真的是大豐收 我們給大家一些數字 就全世界的半導體貿易的統計組織 他們所統計 今年全世界的半導體的 增幅大概是3.3% 可是台灣是20.7% 差這麼多 全世界才3.3% 我們台灣居然是20.7%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是我們今年的產值 第一次突破3兆台幣 已經是3個兆了 所以說我們統計一下 台灣有哪些是在全世界領先的 當然金元代工不用講 全世界市占率高達60% 封測也占了30% 也是全世界第一 IC設計21%多的全球市占率 我們全世界也排第二 就只輸美國 所以說這是我們台灣 半導體產業的厲害 好 所以我們再給大家看到 世界各國的一個情況 我們剛剛講 全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是 全世界排名第二 第一名當然是老大哥 美國 美國的市占率來到42% 其他的大家可能想到 像韓國 像日本 中國等等 大家可以在這張圖裡面 看到世界各國的這些占比 其實真的都差 台灣還有一大截 那只有韓國跟台灣 算是比較接近的 可是現在也是越差越遠 不要忘了以前 韓國是領先台灣的 我們台灣就在這三四年 我們超越了韓國 而且把這個領先幅度 明顯的拉高 好 我們下面有個紅字 提醒大家 我們剛剛說今年台灣破 這個半導體產業破三兆 我們在2004年是達到第一個兆 2014年是第二個兆 是間隔十年 但是我們才在六年的時間 又多一個兆出來的 哇 所以說就知道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真的是成長非常的快 好 所以我們看到 個別企業的表現 以前全世界 前十大的晶圓廠當中 有台灣佔了四家 台積電 聯電 世界先進 還有利基電 好 這是這個晶圓廠的部分 而且我補充說明一下 稍晚年代向前看 今天播出的下半段 我們會專訪 利基電的黃崇仁董事長 他就是這兩個禮拜公開講 美軍對於台灣的照顧 最起碼的底線 是要照顧晶圓廠 沒錯 是的 就是不為台灣人出兵 也要為晶圓廠出兵 沒錯 因為這些晶圓廠 掛的話 整個全世界的科技全掛 是 真的 大家不要以為是就 大家可能以為就只有 台積電 聯電 沒有 你再看到封測 這基本上是一條邊的 你這個 基電代工下來 很重要的就是封測這一塊 你看 封測我們更厲害 全世界前十大我們有六個 對 好 再來 IC設計 我們可以說更上有的IC設計 全世界前十大我們也佔了三名 所以你看到 整個半導體產業 台灣的供應鏈真的是 真的從上到下 一條龍的這個市場 真的是非常非常完整 而且非常有實力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整個台積電 除了台積電本身 表現很好之外 你看到台積電的家族 譬如說你看到這個財科 哇 你看他今年股價 我們就都還沒有把今天的算進去 你看今年已經漲了一百多%了 其他的創意店 這受IC設計的 或是一樣他的子公司 世界先進 像做今年代工的 今年的漲幅也都是三四十八 大概都是大盤 將近兩倍的漲幅 哇 那聯電的家族也是一樣 也是要我們沒有把今天的漲幅算進去 你看 聯電今年已經就漲一百五十幾%了 那再把最近的加進去不得了 好 還有再來就是 聯勇 聯相 群創 不是 盛群 還有剛剛我們相當的智原 其實都是屬於聯電家族的部分 在今年其實真的都發大財 好 那瓦浩大哥 我覺得我們恭逢其盛 歷史一定會記錄下2020年了 這2020年全世界跟台灣 都發生了許多重大的歷史轉折點 而且這個轉折點呢 它確實是每天擁有各式各樣的變化 而且還在進行當中 首先是在台灣有很多人唱衰台灣 然後呢 這個中國崛起就說台灣完蛋 然後美國跟中國打貿易戰 就說台灣完蛋 然後川普要選舉 那選舉有爭議就說台灣完蛋 任何事情結論就是台灣完蛋 那幫成天說台灣完蛋的人 其實每天都在台灣的電視節目 享受他長期的發言權 而且呢 他每天吃台灣 住台灣 用台灣 順便用台灣的健保 看台灣的醫生 但是如果沒有買到這一輪 台灣的強勢股 可能就沒有賺到錢 所以謝社長 今天在聯書說萬事如意 萬事講的是 台股大盤終於佔到歷史新高點 一萬四千點 他說萬事如意 但是看說台灣是賺不到錢的 台灣有一軍 有二軍 有三軍 有代工 有封測 有設計 有通路 所以台灣有完整的產業鏈 所以台股在衝一萬三的時候 是台積電大象跳舞 台股這兩天衝一萬四是聯電跳舞 聯電跳漲停 那當然連電今天的大貴人是川普 川普殺了中心之後 台灣的二軍 三軍賺不完 對 當然台灣半導體產業鏈 是比較完整 中間唯一缺的是DRAM這一塊 但其他的話在全世界都處於領先 那麼現在大家越來越看到 無論是五級也好 還是大數據 還是人工 人工 AI人工 無人機 戰機都要半導體 各個所謂的資新科技的長遠發展 半導體是核心 那半導體的核心 它是有全球意義的 不只是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或者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它是在全球的這個 新一輪的科技的發展中間 所取到的核心作用 那麼台灣佔領了一個 非常特殊的領先的這個位置 那麼這方面不僅僅是體現在產值 剛才我們說三兆台幣 這相當於台灣GDP的15%以上 這個對台灣經濟的影響非常之大 台灣大概產值 這個是能夠破造的產值不多了 破造的這樣的產業鏈不多了 這個半導體是三兆台幣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麼但是它更重要的是說 它在全球都有領先 而且是幾乎是有點獨一無二的狀況 我專訪黃崇仁董事長的時候 他說美國人要來包產能 包這個基本的晶圓廠 中國客戶一樣 中國客戶指的不是華為 是小米跟OPPO 你一樣要用到半導體 然後殺了中心 中心不能供貨之後 你只好來台灣包 而且現在是強產能包產能 沒有長期能力的是包不下產能 那你就沒貨 你沒貨你就交不了貨 是怎樣是怎樣 因為這個是所有的下游 無論是手機還是Server 還是各種的這個IC產品 都需要晶片 沒有晶片 你飛機 中國的飛機天天來台灣 也不能飛 電動車也不能開 對 他們在每天來台灣 騷擾的那些飛機裡面 用了多少台灣生產的晶片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打中國的 這些飛機也不用導彈 晶片給它停止供應也就夠了 所以這個問題實際上是 不光是一個全球產業鏈的問題 也牽涉到台灣國家安全的問題 也牽涉到台灣在世界的定位的問題 那歷史上過去70年以來 台灣安全最安全的時候 就是中美關係最緊張的時候 中美關係越緊張台灣越安全 中美關係越緊張台灣越繁榮 這個過去歷史70年 大家如果讀一下這個歷史的話 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 所以 這句話我跟你錄影了兩三年 你講了N百遍 我都可以在我的YouTube平台上看到 觀眾朋友自己去看 汪浩的重播的影片 但是從結果論來講真的是這樣 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台灣的二軍廠三軍廠都要感謝川普 就他們今天之所以發大財很大的原因是 川普殺中國殺中心 是這樣 而且你看這個台灣 最近這個中國不是對於澳大利亞 進行很多懲罰性關稅嗎 可是他不敢對台灣的這些高科技進行 半導體進行懲罰性關稅啊 因為他一懲罰這個就沒有替代產品了 他沒有替代產品他的飛機就飛不起來啊 問題本質就在這裡嘛 你有一個特別強的地方抓住了別人的軟肋啊 那問題是台灣能不能創造其他產業也能這麼強啊 我覺得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特別是疫情以後 這個醫療產業能不能突破也成為一個照義 台幣一照以上的產業鏈啊 那當然綠能能不能突破成為一照以上的產業鏈啊 還有其他的高科技產業 我覺得這方面政府確實過去幾年 也是有這方面的佈局啦 但是應該可以加大更大的投資 那這一段時間台商回流也很明顯 這個各地大家都在搶人搶地搶工 這個也確實是台灣整體經濟的一個 蓬勃發展的反應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川普昨天出手再度追殺中心 台灣半導體大廠真的吃到飽 小廠也吃到肥芝芝 今天大盤再度創下歷史新高 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九點 那直奔漲停的是聯電家族 可是呢 川普不僅僅是追殺中心 最新的禁令 還包含了對於中共黨員 跟他的家屬 這個訪美的禁令 同時呢 新八國聯軍圍堵中國也成行 對川普進一步制裁所謂的中共 那他還宣布新的規定就是說 未來 只要是中共的黨員跟他的直系親屬 在赴美的這個旅行簽證上頭 過去來講他的時效有長達十年 現在要把他縮減成只剩一個月 那簡單來講就是屬於單次路徑 每一次路徑都要經過審核跟面試 那這樣的一個影響 因為中共的黨員出估大概九千兩百萬人 那外界評估整個影響到 中國未來這個相關人士到美國 隨著用旅行簽證的名義進入美國 大概有2.7億人之多 那川普這個動作當然是要進一步去嚇阻 利用這樣的一個簽證的一個管制 要避免過去中共的這個利用 這赴美的這個旅遊的名義 那對美國境內進行各種層次的一個滲透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出手之後 當然對於美國未來想要再進一步滲透 美國當然就會有一定的難度 那除了這個之外 事實上美國的國會包含參眾兩院 他的軍事委員會 這兩天也針對明年2021年的這個 NDAA美國授權法案的草案 獲得一個共識 那這個版本的初步的內容 我們跟過去幾年來比 可以看得出來 事實上兩黨對於印太地區的一個安全 特別是台灣安全的一個支持 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中間包含談到還是要繼續支持美國對台灣 協助台灣提升國防能力 那這個部分要讓台灣具備必要 跟隨時可用的現代化的國防能力 那讓台灣確保有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 這個部分事實上是延續過去多年 也就是說對台的安全政策上面來講 目前並沒有看到會有任何的轉變 那同時在印太地區他也強調 還是要建立太平洋威懾的這樣的一個倡議 那提供大概625億這個台幣的資金 不只美國自己在印太地區的基地 要持續強化 他也會提供給盟友相關的一個 國防建設的一個資金 共同來對付這個中國擴張的惡行 那除了美國單方面持續的一個 對中國的制裁跟圍堵之外 事實上過去川普政府任內打造的這個印太盟邦 特別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我們看到先前已經有大規模的 這個馬拉巴爾四國的聯合軍演之外 近期更特別的是我們觀察到 連法國的核動力潛艦都踏進西太平洋 那美國海軍特別最近公佈一個訊息 就是說法國的這個紅寶石集 有一艘這個叫翡翠綠號 另外還有一艘這個塞納核號的資源艦 最近悄悄的死路的這一個關島的 這個阿普拉海軍軍港 那美國還把這個消息曝光出來 那除了法國之外 其他我們還先前也談到 英國首相的這個強身 直接公開講說明年 英國的這個伊麗莎白女王號 這個有雙艦導的這一艘 新航母要搭載美軍的F-35B 雙方共同聯合的一個這個 編程的一個形式 要進入西太平洋印太地區進行巡弋 那無獨有偶 德國的駐中國大使 這兩天也接受港媒的訪問 也直接披露說 德國國防部長已經宣布 明年也要派遣德國的軍艦到東亞來巡弋 那你看到還有英德法三國 都加入這個陣容 最後還有一個國家加拿大 加拿大我們知道先前 今年那時候 有一艘這一個溫尼博號 也罕見的穿越台海 大概在這一個十月那個時間點 然後隨後就加入了美日 在美國總統大選前舉行的一個 在這個東海的一個大規模的聯合軍演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盤點下來 你會發現除了美日印澳之外 現在又加上英法德加總共八國 也就是說整個新八國聯軍 特別是海上的一個聯盟 已經在印太地區形成 那未來對於在海上 不管是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擴張 在台海的一個軍事挑釁 或者在東海對於日本的步步進逼 都可以看得出來未來這新八國聯軍 可能會變成一個海上的一個聯盟 共同來壓制中國的一個向外擴張 所以我們看到先前談到說 習近平為什麼一直下令解放軍 要備戰打仗 的確他強調說這個 現在中國的這個安全環境 確實有變 其實不是只有有變 是極具的惡劣惡化之中 而且過去來講 可能美日印澳四國打造出來的 一個圍堵的態勢 是讓他四面楚歌 現在加入新八國聯軍之後 未來他會八面還敵 那整個美國 就算未來華府換黨執政 也沒有辦法去扭轉整個 國際聯合對抗中國的這樣的一個 戰略態勢 好那我請教一下張將軍 事實上美軍現在 也可能把第一艦隊 重新押回來亞洲 很有可能 因為他可能想要說第一艦隊 要回到亞洲的話 很可能就在新加坡 因為第一個目標就是南海 因為南海的主權的爭端 包括越南 包括菲律賓 還有問來 還有印尼 還有馬來西亞 這個地方主權的爭端 非常的複雜 那第七艦隊 他的艦隊的指揮部 在日本的恆虛 又很遠 他要從琉球下來 然後經過巴士海峽 才能經過南海 那這個地方 換句話 這路途的奔波非常遙遠 為什麼選在新加坡呢 這個是淤泥的 新加坡的整個武器 包含他的軍艦 包含他的戰機 都是美式的裝備 溝通上是很好協調的 而且現在美國的第七艦隊的 後勤指揮部 在嘉義的章魚的軍港 他有這個指揮部 做後勤的整補 而且那個章魚的軍港 他雖然不大 但是可以停航空母艦 他有水深夠 所以這個地方 是個很適合的 美國在那邊 就有後勤補給的設施 所以他選這個地方 就是南海 出去就是南海 新加坡大概在北尾 北尾四度 一直到整個南海的南沿 真母暗殺就在北尾四度 這差不多 尾度是一樣的 一下就進入整個南海 南海的整個的海域面積 350萬平方公里 目前又是個熱點 所以要不要選在這個地方 北邊是第七艦隊 然後在西邊 印度洋有第五艦隊 現在要成立第一艦隊 剛好北邊跟第七艦隊聯繫 這個西邊在印度洋 可以跟第五艦隊聯繫 變成整個印太 印太佔整個地球的水域一半 對 所以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變成海軍 就直接圍堵中國 中國就很難踏出太平洋 很難 因為整個南海之後 如果他要西出到印度洋 中共在印度洋的西側 我們知道 有亞丁灣的護航的艦隊 然後在吉布里 有他的海軍的駐軍 還有包括他的陸戰隊 即使在南門都有 他要西出印度洋 就通過馬洛加海峽 馬洛加海峽 這個起始點在哪裡 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剛好他位置 又來中間的位置 新加坡距離台灣 就是巴士海峽 距離台灣 3000公里 新加坡距離澳洲的達爾文港 3300公里 然後新加坡距離印度的東原 3000公里 剛好3000、3000、3300 剛好中間位置 他選了剛好這個地方 剛好跟第五艦隊 跟第七艦隊又剛好聯繫 剛好他這個中樞的位置 又有主權爭端的 這方面的考量 然後又有軍事上 他這個整個武器裝備 整個是聯合在一起的 所以這個時候 美國選擇在新加坡 想要成立第一艦隊 我們按照這樣來推斷 這個的他重要性 與日俱增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 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台股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很大的原因是 半導體股票大漲 這一個半導體大漲 當然另外一個關鍵 這個新聞轉折 事實上是來自於 川普追殺中心 不過也因為台灣股 會是今年一片大號 延伸房地產的市場 也跟著樂弱 同時這幾天的勞動基金 內神通外鬼的掏空案 那個外鬼對象 事實上也是一個 地產的突嬰帝國 問一下樂中 所以行政院現在說要打房 至少要打紅丹 打房跟打草房跟打紅丹 是不一樣的 是 好 我們先看 今年大家的網友票選 今年房市的代表字 就是旺這個字 真的是旺到不行 好 房市非常旺 房市大漲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我把它歸納大概幾個原因 第一個當然是錢太多 這錢的來源 當然一個就是我們剛才在講的 股市賺大錢 很多人就會把這些錢 拿去買房地產 過去例來都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 境外的資金回流 包含台商回流 包含最近這個很多外資 就是漸漸也認錯 也就回流台灣 可是回流之後 真的有到股市嗎 也不一定 所以第一個 台積電待望 過去大家都在傳言 也不是傳言 是事實 台積電哪裡蓋廠 哪裡房地產就漲 所以你看到 今年漲最多的幾個地方 不就都是台積電蓋廠的地方嗎 好 第三個市場 因為利率非常的低 當然買房的壓力小 大概就是 大家就會去買房 第四個就是人為炒作 好 所以呢 人為炒作真的政府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看到了 國發會主委郭明欣 就出來說了 而且要講喔 別懷疑政府的決心 一定極力遏止炒房 所以政府現在準備有五個措施 第一個就是查紅單 好 第二個就是 原本要講很久了 實價登錄2.0版 這個修法要加快 尤其是這一波問題最大的 預售屋的部分 要全面的納管 第三個就是逃稅 你買賣房子賺到錢 結果用各種方法逃稅 那第四個 銀行受信的部分要加延 尤其是針對 非自用性的房屋貸款 還有建商新建案的貸款 這兩個部分 銀行要嚴格的受信 第五個就是 廣建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最近名倫草很兇 是 這個問題 本來是說要抑制房價 結果你這個社會宅出來 租金這麼高 如果有能力去租那個社會宅 基本上就有能力買房了 好 那財政部的部分 當然也有政策出來 財政部 基本上也跟剛剛共鳴新組的 大同小異 第一個一樣是 抓紅單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 有些人個人在草房 但是他用公司的名義 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稅差很多 你個人去草房 因為這個房地合一稅要45% 可是你用公司的名義去買房 因為盈利事業所得稅 最高就是20%而已 所以我可以節稅 我照上草房 那第三個 台商回流的資金到底是真的要投資 還是實際上在草房 這是財政部接下來要去查的部分 好 那當然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你政府說要去草房 可是業者也是有辦法 什麼辦法 第一個我假裝協業 你政府來查 我說我抱歉我協業了 第二個我搬家 表面上看起來我原本在這裡 現在我就說我搬了 好 第三個我乾脆 我也不要設這個接待中心 樣品我通通都不要 我直接在某個大樓裡面租一個辦公室 我專門設一個VIP的接待 一些閒雜人等都不用進去 都不准進去 所以這時候政府要查相對也困難 好 真的 那我問一下玉珍 事實上確實這幾年來 這個房地產業 這一個一波又一波 所以創造了很多新的富豪 那最近內神通外鬼案的 這個突嬰集團 林承海的保家機構 就是這樣子發跡的 沒錯 其實大家這個時候 應該好好的來徹底認識一下 這位已經從千億富豪 變成Double再Double的 這個台灣地產業的大亨 可是我們現在更有興趣的是 他的錢怎麼賺來的 這個千億大亨在三年多前 為什麼引演良說 我要去搶中信金 這個超過五兆的中信金 那為什麼當時估重量 會很害怕說 哇 這個人太有錢了 再加上一億兩的話 那我溫習也好 那其實說要打房 我覺得這個是宣示效果 因為這個突嬰 這個現在台灣最大的地產大亨 它是直達天廳 然後從我們的行政院各部會 然後一直到所有的六都 這些首長沒有一個他不熟的 我跟各位講這個是三年多前 他當時說要拿下中信金 跟引演良合作的時候 當時我們調查保家集團 在全台灣三十幾個重劃區 擁有的千億土地 你知道它的這個土地的量大到 讓你真的是瞠目結舌 為什麼 從大台北 然後桃園 然後一直到新竹 台中 然後台南 一直到高雄 就是六都 再加上最近長很兇 大家都沒有想到 連髒話它都吵了 台灣的紅丹文化 台灣到現在所謂的潛銷期 要下預購權說 你要揪一百個人 兩百個人來看房 然後大家集體去 集體去預購 這個制度是誰造成的 就是你保家 真的喔 對 就是這個保家 因為它在2013年 就成為台灣的第一名 就是第一名的推案建商 我給大家看說 可能它最近這幾年 竄起來的時候 大家想說 怎麼會它那麼大 從1981年 這個林承海 他只是從宜蘭來台灣的 工地監工 民國70年 他還在監工 然後公司都不怎麼樣 經過10年的時間 經過10年 他成立保家機構 所以1991 才成立的 2006年 他開始擴張版圖 但是他其中一個核心 是要涉及國有地的標授 對 國有地標授 曾經被檢調約談過 那時候就有出過事了 被檢調約談 再來 他就開始吃上市櫃公司 所以現在不要裝無辜說 突嬰行進都是唐楚烈 沒有他 再沒有唐楚烈 他就來了 對 林承海在唐楚烈的影子 不知道在哪裡的時候 就開始吃金美克能 對 然後吃櫻花建設 對 然後到台中商營 好到台中商營 好 那他台中商營 被沒有全拿下來 但是拿了兩席董事 沒錯 好 這個是他第一次的擴張 然後後來2013年 就回到說 跟一年兩交朋友 合作做生意 對 所以到了2016年 說要搶中信金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大尾到 已經跟千億富豪的等級 並假期去了 所以你知道 這整個的這個 這是發財神話傳奇 對 所以我們知道 各位兼公的公投 各位正在看年代 向前看的公投們 1981到2000年 就完全半生不一樣 所以短短1、20年 身價大不同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你知道他本來 他本來是從入主櫻花建設 跟台中商營 其實如果你去看 他六都的這些首長 他一定都打點到 非常非常的周到 你在櫻花建設 或是在這個所謂的 台中烏日高鐵站 只要保家的案子一推案 如果不是胡志強親自來 就是副市長蕭家綺到 你都可以親眼看到這些官員 沒有人敢不到 好 所以他可以到入主 就是說台中的 櫻花建設之後 你知道在這個階段 他是千億對不對 對 可是千億之後 有了陳聰 有了蔡澤雄 然後有了這些金融大亨 從銀行頒利率很低的錢來 就很像鷹眼糧去見機 頒的是誰的錢 是趙鋒的錢 是公款 頒這種利率只有一點多的錢 到市場上我當租鷹 然後我用唐楚烈 然後用邱玉元這些人 然後跟我們的勞退基金 這些合作的話 我賺的是10% 20% 然後拿經營權 所以因為林承海最厲害 就是他的保家的這種 所謂的策略 他的策略叫做群狼作戰 這個群狼作戰裡頭 我有一大批的戰狼 所以不是只有像唐楚烈那種 在股市我搶經營權的戰狼 他後面還有一大堆智囊 我跟妳講 就是這些人 唐楚烈這樣子 在股票市場搞的老闆 一定本身就是這種咖 當然 像我陳寗官也是一個 機車的管理者 我就不容許我的助理亂搞的 對 所以他 就是說我作為一個管理者 我對於某些管理 重要的資源的原則 我是非常機車非常堅持的 能夠容得下唐楚烈這種咖的林承海 保證是類似的咖 因為他是兼工出身 所以他也不是那種說 就是說他在學術界 或是在什麼各個領域裡頭 然後他有一定的地位 所以這樣子的人做事情 他看的是數字 所以唐楚烈每年200億 可以交給我20億他很棒 那這中間他用了多少惡劣的手段 他可以裝作不知道 其實他真的都知道 因為中間有很多人都出事情了 其實林承海最厲害的是說 他的家庭成員雖然很單純 然後他個人看起來 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人滿老實的 宜蘭來的這個 兼工出身的地產商 然後他也不像說 以前我們在分析這個 林玉林的時候 還有大房所經營的 跟二房所經營的 他也沒有 所以你怎麼知道沒有 可是我至少沒有看到 好 那當然我是說 至少很多人接觸過 他的大兒子林家鴻 然後跟他負責海外的兒子林彥江 就是說接觸過Peter 林家鴻的人說 這個人看起來滿老實的 看起來一副老實樣 不太像是市場上 會當突嬰的人 可是實際上 他從過去 包括他自己旗下都已經有 七十幾家的建設公司 但是他還拚命的 往其他建設公司去吞 比如說他明明就有去吃黃埔建設 他告訴你說媒體曝光說 他吃黃埔他要更正 說你自己本身做了這件事情 你為什麼要更正 做了就不怕人家寫 不怕人家講 但是他又要假的用包裝 來讓外界認為 他是一個非常道地老實的建商 可是他旗下用的 除了這些官員之外 退休的這些官員來律通吃 然後立委包括 他的第三代裡頭 比較活躍的 像這個 我說的是他整個建築業的 轉變期裡面 包括黃建輝 這個也是 後來為什麼會有 黃昆輝的什麼 教育基金會 然後會有黃黃雄的 台北政經學院 然後把台灣的產官學界 全部通通都掌握起來 如果你不小心吃了官司了 像廖燦昌吃官司了 像這個蔡友才吃官司了 然後像慶富案裡頭的 蕭長睿如果有吃官司了 沒關係 我有法律團隊 所以我有台灣法學會裡頭 非常大的法律的諮詢 幫你做後盾 然後你出事了 我養你 養你到你沒事 這段時間 包括廖燦昌 他已經好幾個案子了 除了張剛偉的遠航案 然後還有包括了慶富案 甚至這個潤眼案 那沒關係 我幫你聘來我的保家做顧問 我養你到你有一天 全家我都幫你照顧 因為這對他來說是小事 但是他在累積財富的過程當中 他非常非常的需要這些人 只要一個case 隨便吞一個上市櫃公司 他就是幾十億的收入 所以我養你這些人 你說我會900多萬給這個油奶文 很多人說怎麼那麼便宜 怎麼那麼廉價的公務員 甘願去做這種事 可是油奶文在一開始的時候 跟保家的人接觸 他的氣勢也很大 口氣也很大 你們要怎麼跟我合作 對 而且回頭來講 保家你如果富可敵國 你為什麼要成立這種資產公司 然後要求這種績效 然後讓他去做這種合作 這個就是他要創造財富 就是讓我看到說 你要錢滾錢 對 那你為什麼要滾出這種掏空的錢 甚至他在市場上 不只跟這些所謂的勞退基金 甚至像市場上有很多 因為我們的四大基金裡頭的 郵政基金也很大 所以他從銀行頒大家的錢 然後在推案裡頭 去把房價炒高 炒高了之後 很多年輕人買不起房 然後他用紅單 用這個所謂的預購權 把這些房價炒高 炒高了之後 那這些人其實都有很多的客訴 你知道嗎 保家的客訴是全台灣第一的 那為什麼都可以平安無事 他都可以成立一個基金會 說我在做好事 所以呢 所以他旗下一共有幾十間建設公司 大概有七十幾家 對 所以他的建設公司 事實上不叫保家建設 他叫他全部就叫保家機構 這個機構裡頭有非常多的建設公司 然後在全台灣的三十幾個重劃區 那他的推案方式就是 我在烏日站 我先推第一個案子是十萬 然後再來我第二個案子就是十三萬 然後第三個案子就是二十萬了 第四個案子推到的時候 我已經佔上二十五萬 可是他是同一個時間 拿下整批的重劃區的土地 所以就這樣子一段兩段三段 把所有的房價全部都拉高炒高 所以你說這一波 我們的行政院說要打紅丹 打草房 這個是叫宣誓效果 這個在打小咖 你們的好朋友 而且我看到鄭文燦講打紅丹 我就覺得很好笑 鄭文燦敢不敢打你的好朋友 不敢打小咖的紅丹 所以就會有很多 這段不要剪 鄭文燦你敢不敢打你的好朋友 不敢的話不要想總統府大位 你想太多 所以呢 這個宣誓效果就是說 你們現在都一直講說 我跟寶嘉很好啊 那我就打房給你看啊 所以呢我就是要宣誓政策啊 可是是不是真的敢打 我覺得這個讓我們所有的這個 買不起房的人看說 這都是騙人的 蔡玉珍 紅丹你怎麼打 蔡玉珍我跟你可能還最敢打大尾 我跟你女生打大尾都有風險的 我們稍後回來